一名男子在路旁停好車 左看右看 發現沒什麼來車 就直接穿越馬路 不過就在走到對象路間時 一輛銀色轎車 直接撞上男子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男子被撞到拖鞋噴飛 重摔落地 而車子還沒停下 直接撞了過去 拖行了將近五公尺 照室駕駛下車查看 發現大事不妙 車輪壓傷人了 趕緊跑回車上移車 附近民眾見狀 也跑來幫忙 僅個人合力抬起車子救人 事發就在新竹縣 北埔鄉 蒲衛村 七十三歲韓姓男子 送醫十分鐘後 就因大量出血休克死亡 不過讓家屬無法接受的是 趙氏駕駛惡劣的態度 趙氏駕駛表示 是因為車子失靈 才會意外撞人 不過家屬對於這說法 完全不信 認為當時轎車向右開上路肩 疑似就是想從旁超車 家屬傷心表示 死者曾擔任三屆村長 在村內很受敬重 沒想到就在離家幾米路上 意外身亡 好好的家庭被車禍撞碎 三立新聞賬號 一壺家珍新竹采訪報道 除了一片 立馬 電視 暴動